主耶稣的牧养 现在我们讲到主耶稣的牧养 讲到主耶稣 祂的工作我们已经讲过了 主耶稣的牧养和率领 第一个 祂是我们永远救恩的根源 第二个呢 祂是深入高天 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第三个祂说道 祂是我们救恩的先锋 第四个祂说道 祂是我们救恩的元帅 你有没有注意 这里根本没有讲 是爱的神啊 做我们的牧人啊 耶华啊 做我们的牧者啊 祂来牧养你 第一个祂就说 我要把所有的救恩做到你身上来 第二个祂就说 当你享受这些救恩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里啊 我是你的大祭司 我完全同情体虚交通于你所有的软弱 我了解你 然后怎样呢 我就是救恩的先锋 对不对 我要带着你享受全辈的救恩 然后我也是救恩的元帅 叫所有你可以的做的 该的做的 我都做到你身上来 所以你注意啊 你有这一切 你记住啊 当绝出来牧养的时候 我只有提四个东西 说到祂的工作 只有提祂成为人 祂是在十字架上 祂复活大概就这样 然后说到祂的牧养 我就说了 你知不知道 祂就是啊 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 第二个呢 在这个我们享受救恩的过程里 祂就是我们的大祭司 第三个呢 当祂这样救我们的时候呢 祂是要叫我们能够达到成熟 叫我们能够成熟 第四个呢 祂就说 祂也是救恩的元帅啊 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 你有没有注意啊 不是为主你 都是为主他 不是为主 叫你得牧羊 叫你得享受 叫你生活得好 叫你平安 叫你喜乐 不说这些东西不好 但他不是这些 他是告诉你啊 我在你身上来牧羊你 来带领你 第一个呢 我就是你啊 永远救恩的根源 第二个呢 当你享受救恩的时候啊 我就是那个大祭司 能够完全了解同情 也连于你所有的限制啊 好叫你啊 能够成熟 第三个 祂说 我是救恩的先锋 好叫你怎样呢 好叫你享受啊 慢累的生活 第四个 我是救恩的元帅啊 要叫你啊 要叫你啊 得以完全 你会很喜乐 主耶稣是我们的牧者的时候 牧羊我们 率领我们的时候 他好像啊 完全连于你 又完全不根据你的需要 完全连于你 因为他若不连于你 你怎么成长 那又完全不根据你的需要 如果他是根据你的需要 来做工在你身上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根据你的需要 你能长多少 你能要多少 你能成熟多少 你很小嘛 你很有限制嘛 你很狭窄嘛 你所要的 那一点点 你会觉得主啊 已经太好了 叫我太满足了 我里面觉得太喜乐了 我要感谢你了 你没有懂啊 还有好多的丰富啊 神是预备给你的 所以第一个啊 我们来看 他是我们永远救恩的根源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啊 学了顺从 我愿意告诉你啊 这节圣经没有人能懂 除非你了解点希腊文 你如果不了解希腊文 他需要学什么顺从 懂不懂 他需要经历什么苦难 学什么顺从啊 他说 他虽然是神的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因为他学了顺从 他得以完全 因为他得以完全 就为凡顺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 这些圣经你现在能懂得清楚 对不对呢 主耶稣来了 他是神的儿子 他既然是神的儿子 他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没有什么不知道的 没有什么不能经历的 没有什么在他身上是为难的 可是圣经说 他虽然为儿子啊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这里所受的苦难 这里所受的苦难 你现在能懂 不是啊 外面审量给他多少的苦难 比如说 他有没有到十字架 有 那是不是个极大的苦难 是极大的苦难 那个苦难 是不是苦难的极端呢 是苦难的极端 这里他说什么呢 他说 这里的苦难呢 是内心煎熬的苦楚 而不是外在的患难 所受的苦难呢 道比一说 道比一说 the things which he suffered 他忍受了许多 忍受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是内心煎熬的苦楚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 懂这些圣经呢 就是属灵的 懂这句话的 就是一个会照顾牧羊 喂养教会的 懂这句话的弟兄 是一个健康的弟兄 他这里绝对不是指他就上十字架了 他这里是说 他虽然是儿子啊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什么苦难呢 内心煎熬的苦楚 那么这些内心煎熬的苦楚是什么呢 说实话了 就是你和我嘛 懂不懂 他是神的儿子 我们不是嘛 我们地位上已经是了 生命上也已经是了 活出上不是嘛 他的确与神完全一致的 他就是神的儿子 我们这般人呢 常常爱世界了 常常在罪中啊 常常离开他了 常常有我们的节选了 对不对呢 常常啊 走我们自己的道路了 当我们有这些事的时候啊 我们很难领会啊 在主耶稣的牧羊和带领里 他会觉得非常的受苦 他会觉得非常的受苦 主耶稣最大的苦还不是十字架上的苦而已 主耶稣最大的苦是我们的不堪 我们的不健康 我们得罪主 我们没有神 我们呢 不能以神为神而加给他的苦处 他的确同情我们 所以他地上的时候啊 他里面呢 有种内心的煎熬 你记得他讲的句话吧 什么时代啊 我忍耐你们啊 要到几时啊 等等 怎么你们怎么都不懂呢 为什么你们总活在自己里面呢 为什么你总是凭自己活呢 为什么你总是凭自己来爱主呢 难道你不懂神要的是什么吗 难道你不懂怎样来与神同活吗 因为你是这样的情形 就在他里面呢 内心呢 有种煎熬的苦楚 我怎么办 他看看彼得 我怎么办 他看看约翰雅各 我怎么办 他看看其他的门徒们 我怎么办 今天呢 他看看我们 从一面来说 他也要说啊 我怎么办 就好像有个什么呢 这个家里有个孩子 见人就笑 一笑去整个的脸都笑开了 哇 真可爱 但是啊 你再想想五岁六岁 你再想想十岁 你再想想十五六岁 你再想想二三岁 二十二三岁 你再想想 他咋个男朋友 气死你 那个男朋友姓气 叫死你 他说 即使这是我男朋友 气死你 你还不敢讲话 哎呀 现在你懂了吧 哇 养孩子啊 内心好多煎熬啊 阿们吧 我也不是也劝你们吗 好好爱主啊 一些奉献啊 你父母呢 我说天下只有怕儿女的父母 没有怕父母的儿女 因为什么 因为父母的爱多嘛 父母的爱多 所以他怕你 儿女的爱少 所以不怕父母 而你也不要急 因为你也有儿女 所以你的儿女 你折磨你的父母 你的儿女将来也折磨你 主很公道的 一直轮下去了 你知不知道养一个孩子有多少内心的煎熬 内心的煎熬 这个 我们很难领会啊 我们告诉主啊 我爱你 主耶稣也许就会讲 我巴不得你不要讲我 你爱我 你不爱我 我还哪里好办一点 你爱我 我就不知道哪里怎么办 因为天下有像你这样爱我的吗 懂我的意思吗 人哪太自由了嘛 人哪太在自己里面了 人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 所以我们不断地给主耶稣 教主耶稣产生一种内心的煎熬 这个煎熬 你说他会不会叫他觉得非同 完了完了 不会 他很有把握 虽然很有把握 可是还有内心的煎熬 懂吗 你小孩有时候闹什么事 爸不会讲 Let him do it he'll come back 让他去吧 他会回来的了 他会讲这些话 你是不是知道 我们的主啊 他来牧养我们了 他根据什么呢 他就是神的儿子 愿意我们完全享受到救恩的丰富 可是这一位奇妙神的儿子 第一个在我们身上就是 我们叫他受了很多的苦难 这些苦难是神量给他的 几乎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成为主牧养我们的时候 那个内心煎熬的苦难的根源 你们阿们不阿们 想想看 你们这一辈子这么爱主 这么服侍主 你想想 你给主的欢乐多 还是你给主的煎熬多 懂吗 你给主 你说几句我爱你 好像就叫主很快乐了 可是你里面好多东西 好多故事 会叫主觉得为难 所以他说 这里的苦难 是对内心煎熬的苦楚 而不是外面的患难 是两个不同的希腊字 然后呢 所受的苦难 这个达米巴这个什么呢 就是the things 你可以把它翻成物质的the things 你也可以翻成物质的psychological He is confronting all kinds of things 他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事物 懂不懂 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打算 每个人对我们的盼望 每个人对我们的要求 每个人都告诉主 主 我真是爱你 所以我 下面我叫你受苦 所以我要什么 主不知不觉啊 我会给你苦难 下面这样呢 他就学了顺从了 这个学很有意思啊 我以前读这节圣经 我真的不懂 但是我知道 这是神牧养我们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学的苦难啊 还是所受的苦难啊 学了顺从 我问你 主耶稣有什么要学的 懂不懂 难道主耶稣还需要去学顺从吗 懂我的意思吗 没有什么 主耶稣没有什么要学的 这里学 他说 蛮善恼啊 他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你学了 然后你经历了 因为你经历了 就得着了一个东西 对不对呢 这个所得着的啊 就叫你在体验 体任上获得的 你要不要顺从主 你要不要顺从主 你要顺从主 你就知道你不能顺从主 你不能顺从主 当你知道你不能顺从主的时候 你知道你必须顺从主 一个从来没有奉献给的人 一个玩基督教的人 一个玩信仰的人 他们是很容易 就是爱耶稣啊 就是为耶稣啊 这个什么叫顺从 谈都谈不上 今天他就说了啊 主主 我自己愿意走过一个东西 你知道我为了你们心里要受多大的煎熬 这些煎熬在我身上呢 就产生了一种体验 一种的体任 现在我懂什么叫顺从 产生一种体验 一种体任 我现在因着一个经历 学了一个东西 现在懂不懂那个学了 我因着经历一个东西 因为我经历这个东西啊 有一个东西在我身上 实在了 这些写会运区 这些写会运区 边际长 就是了 心里的那种感觉 我们都会想懂的 斛的小在一边